宝宝在长牙和身体发育期间 好多家长都愿意给这个宝宝补钙 然后认为这样对孩子的骨骼和牙齿发育有好处 也确实是这样 适当的补钙 在这个骨骼和牙齿发育过程中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食谱里面 尤其如果我们的奶摄入量比较足的话 实际上我们这个孩子发育的钙是不缺的 所以说单纯对于牙齿发育来说 我不用去额外补钙 从这个日常饮食里面摄取的这钙质 足够这孩子的身体发育和牙齿发育了 如果说因为其他的原因 或者疾病啊 或者说孩子发育迟缓 需要你去补钙 这点呢我们还是提倡的 但是对于牙齿发育来说 这点钙没有什么生殖性